面積18平方公尺及693D號 土地面積19平方公尺等三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際數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本建築保有長形街屋 天井配置都市紋理 1. 古地圖位置 位主賞運和東側 後洞秀樓可眺望而岸 建政剛才溝通共運和發展遍遷 2. 本建物為一坎三落 一過水制空間格局 保存台灣傳統街屋 建築型態與特徵 包括廷拉卡、木構造、閩南瓦、半樓等 開口及無窗靈樣式具特色 磚氣八角窗、植林窗等 不同於大稻城傳統磚善樣式 原有建築形質保存環好 具保存價值 3. 本建物保存 有極多清末構造物包括共同壁、土雀牆、十條門檻、十門檻以及燕子磚柱 及五份扶山木樑 後洞秀樓的山牆以青磚為材料 在台北附近依照少見 原有構造保存、保存完整、具保存價值 4.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入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2條第1項第1、2、3款登入基準 4. 本案提及本審議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或許 4. 本案提及本審議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或許 4. 各位對於本案有料之下 6. 舉入審議 5. 禮拜檢測過 1. 案由歷史建築三景物財物市會社舊倉庫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下請會議 接下來這個三景商戶、五產出秘衛熱救商戶再利用計畫審查 那是依據文字法二事項 本地修覆期財人報第13至9條 三景物產出秘衛熱救商戶是 冠軍在11年5月7月公布公告的合議舉行出 後來因為為了整個台北市區國本構想跟新區門務計畫 所以涉及中教系路路程調整 跟歷史建築三景倉庫的保存方案 所以在105年5月20日 文智會第八十一次會議有審議 當時審議結論是綜合補給保存 都市警官 交通安全、環境等地挺靠揚 同意暫時一致保存 並採取適當的設計施工方法 以未來一定會移植的可能性 目前涉及倉庫這個利監的官僚單位 就是文化局 文化局序於105年下旬展開 甚至倉庫的倉庫保存跟貨物工程 大概分個幾個階段 就是解啟、重組修復、室內裝修復 和貨物工程等階段 相關歷程如下 105年10月5號開始 針對解啟跟保護工程開工 這個部分的項目是在105年12月30號完成 106年226號就針對它的重組的部分 跟修復工程開工 這個工程是在107年的4月20號完成的 也就是利監本體重組起來的部分 是在今年4月完成的 今年的4月1號開始 是針對它的室內裝修進行開工 預計是這個月會竣工 還有它三井倉庫外面周邊 那個借庫的警方工程 是在今年8月25號開工 預計在10月份的時候的均工 那因為三井倉庫這個意見 它已經完成建築本體的 輕易重組及修復工程 那後續的再利用方案 文化委員這邊是在106年4月到9月間 由委託六團隊辦理的 三井木產豬氏會社舊財務部 在利用處案 舊財務定位、空間營運管理策略 及財務等方面進行評估 進行評估後 主要將來的再利用主軸是以 成為信區門戶資訊服務基地 還有就是扮演述說 信區周邊歷史發展的空間演變 以及串聯周邊文化資產的前導資訊站 作為一個台北文化路徑 然後講述城內場外故事的記憶倉庫 還有所謂info house的主軸 然後作為這個歷史建築再利用的方向 那各樓層規劃的使用內容蓋到如下 就是基本上它是兩層樓的利益 那一樓 將來是希望作為一個公共服務 旅客諮詢中心 然後文化資產前導諮詢站 就是剛剛前面長大一個貨號 然後以及附屬服務空間的功能 譬如書店或者是簡易的產品 那二樓的部分是作為記憶倉庫 那是主要是以義務產事空間為主 部分的空間是作為義務交流文化產品跟講座的活動 那待會那個局裡面 將來負責裡面的殼室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檢報 那這個是航照譜就是 簽以前跟簽以後募選的位置的關係 那這個是重組修復後的 整個第一件本體的外觀的照片 那這個是再利用規劃 一樓跟二樓把將來希望使用的內容的一個室內規劃 那接著我們就請那個局裡面 這邊再來講座 再報一下這個案子的規劃的內容 主席各位各位都會說明三井財富社會生素商戶後續的再利用規劃 下一頁 那三井財富的背景呢 他除了我們知道他是在1920年的時候 在台北設立的總部 那三井財富還有控制其中之一 那我們透過目前現有的一些舊照片 地極圖或一些文献資料的考證 那發現那三井財富他有可能是過去的廣東地宿舍 那也有可能是台北的便利屋 那雖然目前還無法就是真的確認出三井財富的前身住進為何 但是我們可以大概推測說 因為當時三井財富的周年建物他多為就是物有業 所以他應該是主要是以提供物有服務為主 下面 那我們在過去進行三井財富的保存方案 那他除了在101年登入為本市的歷史建築之後呢 在105年的時候 為了配合本府的西區門戶計畫 然後進行物資的規劃 緊急照顧運行的改善 那我們也經過了多次的討論 包括文資會還有公平會以及宣刊等等 最後就是通過了三井財富的移植的保存 那我們後續也開始進行遷移跟創屬的工程 那剛才比較特別的是他的設計工法 是有隔證的系統 那你會山井他的 他是已經在大馬路旁邊 那隔證系統也可以克服他 就是會受到有些車道的震動跟地震的影響 那同時有保留 他未來有可能會再搶回原子的可能性 我們目前在105到107點這個中間我們進行了工程 包括同胞工程在用工程跟警官工程的部分 那目前同胞工程跟在用工程都已經滿工 警官工程的部分也預計在下個月可以完成 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所進行的同胞工程的部分 葬胞工程已經在今年初的時候已經完成下一頁 那葬胞工程完成後一件事情的是室內裝修的工程 現在裝修工程也已經在這個月完工 那現在目前進行的是警官的務 所以你們可以猜獻情況收復的照片 下一頁 那葬胞工程已經開館的規劃 我們目前有個以後 決定反對在辦理開幕 教育廣告系列活動的展示計畫 那我們目前是預計在10月31號 來著我的早上來開館 那目前就是市長也會參加我們的開幕活動 那我們的開幕活動呢包含就是當天31號開幕的記者會 還有前面開會的前兩週的週末 我們都會辦理假日的試劑 那也會辦理總共18場的講座 導覽還有工作坊等等的教育配忘活動 在空間的配置上面在一樓的部分 我們有設置AR跟AR的體驗區 跟就是可以 民眾的可以語言來做體驗的部分 那二樓的部分呢 有北南文化資產周邊 周邊文化資產區域的那個 相關文化資產的文件的展示 那我們現在比較詳細的跟規模的說明 我們個個就是關鍵配置跟規劃 在一樓的部分呢 我們目前規劃的是AR、AR的運用裝置 那它的內容呢主要是藉由就是 導覽、導覽列車跟遊戲傳播的方式 那讓民眾他可以來體驗 西區門戶計畫這裡面的那個 總編文化資產包括被門、鐵道部、三型倉庫等等 他在日治時期的一個完整的歷史風貌 跟那個建築的故事 那在AR或這實踐的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就是掃描它的地圖 也是中編文化資產的地圖 等到它會跳出相關立體的建築物 那可以跟民眾來介紹說明 這九天相關的文資的歷史 下一樓 在二樓的部分呢 二樓的部分呢 二樓的我們預計 目前規劃是展出的是 三型倉庫的文件展 那主題一定要是第九一三年的時空對話 那它的內容是以三型倉庫跟它的周邊 相關的文資為主要的那個主體 那來說不同的時期和歷史和各種的面貌 那我們展出的資料會包含就是所搜集到的 所搜集到的文聖史料 還有一些實體的文件 並且配合影像的影像紀錄等等 那展現在三型倉庫在1953年 它的目的建築的狀況 就是當時跟周邊文資的一些關係 那我們未來 對於三型倉庫未來的文化呢 我們是目前希望它可以成為西區蒙古計畫的一項 就是提供資訊服務跟物流服務的基地 也會以它原先就是有可能是 作為那個物流的一個倉庫的定位 那希望它扮演來述說西區周邊的歷史發展 跟空間的連結 可以串聯上全民國化資產的一個倩道資訊站 那以台北的文化路徑來交出台北城內的機場庫 跟一個房子 然後在對於三型後續的再另外規劃 我們預計會拿入我們的錢 就是社會廠偉庫未來經營值的一項 如果我們來管做 那未來民間來經營 那目前我們整個未來的計畫 都還在議會審議當中 所以預計我們從今年十月開館之後 到108年都會由本局來自營 那希望在2019年的時候 可以正式由未來廠商來做經營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這個是我們目前就是空間規劃的模擬圖 那在一樓的部分就是會有一些餐餌的空間 那還有小書城的空間等等 下一頁 這是二樓目前規劃的模擬圖 那二樓的部分我們主要是做為一些就是講座 或者是一些推廣活動的場地 那三頁倉庫目前也會在10月31號的時候正式開館 那到時候也會邀請就是服務委員到現場給我們指導 好 那謝謝大家 好 這是我們的在利用計劃的規劃 那一位委員會給他指教 來 好 謝謝 好 好 好 那主席各位委員 那個這個三頂倉庫的前提也是一件大事 現在二件我們現在要完成 那關於那個在利用 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夠擴大一點點眼光 因為目前是比較把它墊在層內層外的那個地方 還有可能做一點那種 information的功能 那事實上因為我很希望從這個小小東西 可以把整個臺灣殖民地歷史或這個小地方可以呈現出來 因為三頂倉庫日本明治維新庫 之前已經成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集團 他在二戰結束後重新解體重組 但是還是就有很多人的商社的主程 我想三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很希望在這個未來的那個裡面 能夠是不是稍微擴大一下 透過這個可以理解等於實民地經濟底下 這個大財法在臺灣的一個狀況 然後連結到事實上我們大道成跟 十九世紀的茶葉是非常關心密切 那茶葉我想奮身教授也非常熟悉 那個臺灣的茶葉由烏龍茶包裝轉變了紅茶 其實是三井集團 就是我們後來非常有名的日東紅茶 我想這東西其實是可以連結起來 甚至還可以對外一個國際的連結 因為三井集團在日本集團還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們也很重視他們的整個歷史發展 我講個歷史 因為在八月高雄歷史博物館辦了一個建港110年 那高雄的發展非常重要就是那個淺野水泥場的製造 那淺野就促成整個高雄的發展 他們還特別請了那個淺野總藝郎的貨帶來到臺灣 可能是可以把一些歷史做一些連結 可以擴大我們這一個已經轉移的位置 但是事實上它建物還在 連LOGO都在 會提供一個很好的歷史的詮釋 我想希望一個小小東西 可以發揮它更大的一個文化的價值 甚至跟國際的連結 這是我一個未來展望的看法 光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我跟委員這邊報告一下 後來我們有做一些山景參考的調查 那也有收集到一些資料 那有不同的派遣 當然有人認為這個只是山景當時一個報告 它那個標誌不是山景公司 當然也有資料好像是山景公司 所以這部分的資料 事實上將來都會在陸續的後續的展示裡面去呈現 可能沒有辦法一步那麼多 那張老師也有提供一些資料 那我們都有收集好 所以後續大概會有 包括那個 其實山景的總部現在都還在 以後怎麼跟它總部事實上聯繫 好像也跟一些日本人聯繫上 所以大概後面都會有這些東西 不管以後是入委外經營 都會以限制條件經營者大概每年要做什麼展覽 所以請老師放心 那這一次本來是 山景商戶它是歷史建築 在過去的那個法律裡面 其實沒有規定歷史建築在利用 要送回這位神 但是新法裡面就是說 有疑慮者可以由文化局提出 然後讓委員邀請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做這樣的說明 那感謝老師的經營 這個山景商戶這樣其實 不管是杜花局或是環玉花 也會精神把它移過去這裡修位 但是我剛剛後面未來要 你說10月31號要開一張 除了張老師上面做的展覽 我覺得這些設計好像都太 跟一般那種商店 或者那個製造性 我覺得好像不太像個歷史建築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可能要再詳細的再去選擇 包括他們批位 顏色等等 那第二個我想的建議就是 可不可以放到那個報告書有 這個地區所謂的西區門幕一向 我們現在有鐵道部 我們現在有公園處在弄北門廣場 還有三井也有一個公園房 前面又有一個公園在做 可是老實說很多人跟我們反映 說像北門廣場做出來以後 雖然我們也得了很多獎 可是我覺得它的 landscape太over the line 擺了一大杯石頭 然後那個獎子塞 我覺得這跟整個意象不是很合 但我不知道突發局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突發局應該做一個整個 這裡就是一個大廣場 這真的北門的一個恐怖 我覺得包括你的perimaterial 你的色料 你看到應該覺得它是一個大棟 就是一個entrance 我們現在談那個從西區要進來 從淡水泉進來 那現在我覺得有點是說 這一塊是這個工程 這一塊是這個工程 這邊又是這個 然後這邊又是這個 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這部分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拜託都八局 要做一個統籌在都市設計的裡面的工作 我覺得這也非常重要 還有這邊也能做lighting 可是我看每個光源都不太很一樣 所以這部分我不知道誰可以控制 那這個其實非常關鍵 以上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 因為剛剛那個 田副委剛剛其實有談到 有關那個三景倉庫的歷史身份 那目前 因為去年協助那個局裡面的處理那個文件材的時候 其實有透過關係 取得三景物產現在內部的 那個所留存下來的日本時期的那個資料 那它的身份基本上 應該已經確認了 它原來的那個身份是三景物產都市會社 頂門倉庫 那對 蓋完之後 沒有錯就是 租用給廣東運輸社使用 那原來三景合作的廠商叫做日東商船主 那這個廣東運輸社的社長一直在日東商船主服務 但是就在1914年的這個時間點 他自己出來獨立 然後承租這個所有三景物產的運輸的工作 那他們的合約關係到了1920年的時候斷掉 再回之後再轉回日東商船主主用 那這個房子興建的時間是1914年 那個資料其實非常明確 然後到了1934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重修了一次 那所以針對這個房子的身份 目前應該判斷我覺得應該就是三景物產 那這次的展覽會證明 就是我們的名字其實會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蓋回來 大概這樣的說明補充出來 好 好 我想我們居裡面就參考各位委員意見 好來參考辦理 那就 各位委員會同意這樣一個再留意嗎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謝謝 請問問 1212 直轄市令古基1 原台北北警察署 再利用計畫實查案 總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4條 古基修復期再利用辦法13條辦理 辦理情形 1 原台北北警察署 原大同根局 187年3月25日公告指定為直轄市令古基 103年7月11日公告修正古基 名稱為原台北北警察署 本古基元使用單位警察署大同分局 於101年頒遷 本局規劃作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並編列工程施工 費用是臺北7600萬元 辦理古基修復工程 本案修復工程分別於1029月25日 102年11月11日提送本次文化資產審議為文會 第52次第53次會議審議統一辦理 修復工程於103年12月11日開工 施工過程應設計後期增見量體 於104年3月17日提送本次文資會 第67次會議審議 會議結論 同意拆除後期增見至三樓 回復日據時期修復時樣貌 並且與修復時加強屋頂美化 3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預計於107年10月14日開館 空間使用分配計畫並給作為展覽空間 一門溫創館廳 古基修典風貌保存區 及特載區長設展示區等 然後這是873月25日指定公告 請委員做參 然後這103.7個11日修正公告 主要是針對它的名稱做修正 然後這是安安建物的所在位置 就是它的修復前的外觀照片 然後這是修復後的外觀照片 就是室內的部分 就是修復前的樣子 然後就是修復後的樣子 然後針對它的在地用計畫 可能也請管理單位 等一下做說明 各位好 那以上我們在修新文化館 後續的在地用來更多人說明 那有關歷史背景的部分 因為剛才已經報告過 就不太多說 那比較特別提的一點是 因為這棟建物它比較特別的特色是 它目前在Hero的部分 它有一個陝型的居留室 它還有包括水牢跟變形式 那這三個部分 我們目前也營造原貌修復 那後續會做一些相關牢房的展示 那我們新文化館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局裡就已經定位它後續 作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紀念館 那我們的後續也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為期三年的古蹟修復工程 來恢復日時期的這棟建築的風貌 下一頁 那在修復工程的 古蹟本體修復工程的部分 是已經在106年中的時候完工 那後續進行的是室內及 室裝跟展示工程 那室裝跟展示工程 我們預計在9月底的時候會完成 那同步在進行的也是戶外的景觀工程 景觀工程預計會在10月初的時候完工 下一頁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新文化館裡面的一些空間特色 那它包含就是有長廊的廊道 還有各個垂直 垂直原路路線的一個樓 中央的樓梯 那還有水牢跟居留室等等的各個空間 下一頁 對 那新文化館比較特別的是它的一些古蹟修復的工法 包含柱頭泥塑的工法 以及魚兒長角線的工法 那這些修復的工法 我們在新文化館的一樓 也有規劃古蹟修復的展示室 那這個展示室也會呈現我們在修復歷程當中的一些 粒子特殊的工法 下一頁 最大一張照片 最後一張照片 裡面是隔絲蜜的工法 就是隔絲不斷